于怨琪抗癌八年 二十一日不幸癌是享年三十九岁 令家人痛心也让外界格外不舍 二十三日灵堂开放追悼 和于天在黄金夜总会合作 十年的许孝顺一早就前往致意 谈到看着于怨琪从小长大 如今却离世加上进来 已有三位艺人接连离世 让他感慨不以一度哽咽 许孝顺一早就抵达于怨琪灵堂致哀 谈起过去主持黄金夜总会 被于天照顾了十年 于天也常常会带于怨琪 于祥泉子弟来摄影棚 可说是从小看着长大 透露在灵堂里有安慰于祥泉 希望一家人要顾好身体 没有人想生病 没人想这么年轻要离开 而近来演艺圈不好的消息不断 先是七月初朱丽进入癌病逝 本月十七日 惊传爱成坠楼身亡 如今于怨琪也离开 许孝顺坦言心里难受 内心感受很大 每一天都很重要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快乐地过日子 后来素有台湾主持一哥之称的 许孝顺接受采访 谈及自己的事业及收入的问题 许孝顺表示 由于录制节目的时间减少 原本的薪水也跟着调降 不过好在现在节目停播后 商演接踵而来 自己也在各大直播平台上开展业务 整体收入丝毫未被影响 在这之前 许孝顺还和朋友 一起投资了投资殡葬业 现在每月至少都还有六位数台币进账 当初与有人投资时 也仅仅只是投入了150万元 可谓是小投资大回报 超强的生意头脑 也令圈中人羡慕不已 据悉 许孝顺是台湾知名艺人兼主持人 他曾凭借风神无双入围 第55届金钟奖 虽然无缘获奖 他却兴致不减地 借别人的奖杯开心拍照 此外 他的婚姻经历也颇受大众关注 在与前妻李优君离婚六年后 他再度与小24岁的娇妻小铁 步入婚姻殿堂 并连生三胎 成为圈内惹人艳羡的老少佩 一家四口甜蜜 幸福 已黏于花甲的他 有时还会在 综艺上分享自己与老婆的闺房去世 据港媒报道 60岁男星许孝顺 受访谈到 比自己小24岁的老婆 大秀恩爱 引起关注 据悉 许孝顺的老婆名叫小铁 两人结婚十年 儿女双全 虽然这段相差24岁的婚姻 一直饱受外界非议 但却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 许孝顺在接受采访时 坦言娶到妻子是自己运气好 夸奖妻子有望复命 此前 许孝顺在获得 金钟奖主持人奖项时 甜蜜地带着妻子上台领奖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许孝顺表示 妻子是自己的幸运物 说完后 两人还在 领奖台上 大方接吻秀恩爱 在婚后的许孝顺 经常在公共场合 夸奖自己的老婆 甚至还会和网友们 分享夫妻间的小乐趣 许孝顺深刻吸取了 上一段失败婚姻的经验 在娶到小铁后 她一直努力成为模范丈夫 不仅经常给妻子买礼物买花 还会主动抽出时间 和妻子共度二人世界 从曝光的一系列照片中 可以看出 两人的外在形象 的确有着很大的差距 比起夫妻来说 两人的状态 更像是一对妇女 这也导致许孝顺经常 会被外界调侃 老牛吃嫩草 和张继忠杜心灵一样 老夫少期的搭配 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理解 很多人都会觉得女方 是因为钱才会选择 年纪大的丈夫 许孝顺和小铁之间 同样有着如此争议 两人结婚这么多年来 许孝顺经常会做一些投资 投资失败 也是常有的事情 对此 许孝顺表示 小铁总是默默守护在自己身边 即便自己赔光了1500万元 也毫无怨言 近日 许孝顺爆料妻子 想要再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每当妻子露出暧昧的笑容时 自己就会有些胆战心惊 这一切也都是为妻子的身体着想 据悉 小铁的心脏半膜 有问题 如果再怀孕 会给身体增加很大的负担 在今年5月 许孝顺和师父 彭恰恰 徒弟黄邓辉 同上节目 三代同堂欢聚的喜悦之余 许孝顺却遭徒弟控诉 拖欠奶粉钱 师父也借机大吐苦水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幸好许孝顺集中生智地开玩笑 扭转局面 三人才又重回融洽氛围 这样的智慧在他 选择病葬为副业 也可见一斑 虽然疫情导致工资大减 他却依旧凭着额外收入 生活水平不变 依然和娇妻快活似神仙 2020年 许孝顺150万元 做起了病葬业 靠着这一投资 许孝顺跃入六位数 成为了娱乐圈内的病葬大亨 许孝顺近些年 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鲜少现身目前 不过他的生活却十分潇洒 日前许孝顺被直击到 邪娇妻以及六岁女儿现身 从曝光的画面中不难看出 许孝顺的身体 仍然没有完全康复 走路的时候还一搏一搏的 不过一家三口同框的模样 却十分温馨 据悉许孝顺过去 常年饱受痛风的折磨 17年的时候 接受换右膝盖 半月软骨的手术 隔年再换左膝 虽然前后花费百万 但并没有完全康复 这次现身 许孝顺一改往日正装打扮 除了潮饭十足的穿着之外 还配上佛珠手链 以及各种名贵首饰等等 尤其是纸上戴的 超大钻戒 黑中透着光泽 但对面坐的年轻女子 也就是许孝顺的二婚妻子 一身普通的打扮 看起来很随意 不过她的皮肤 却显得十分白皙 扎着马尾 好似小姑娘一般 旁边六岁的女儿 则遗传妈妈俊俏的颜值 波浪马尾看起来十分可爱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十年的时间 但彼此之间好似仍然有说不完的话题 每当许孝顺口若悬河的时候 娇妻都会认真的听讲 看起来并没有丝毫的代沟 与妻子闲聊期间 许孝顺仍然不忘逗女儿开心 眼神中流露出的慈爱 让很多父亲感同身受 结束用餐之后 许孝顺还不忘 拿手指递给妻子 看起来一场恩爱 由于许孝顺的膝盖 仍然存在问题 所以即使餐厅距离家一公里的路程 她仍要搭乘出租车 现年60岁的许孝顺是法警出身 工作期间考上了华氏的编剧班 由此正式接触娱乐圈 后来在金世杰的引荐之下 出演综艺节目 没想到因此爆红 后来跟随师傅彭恰恰一起主持 铁师玉玲珑从而大受欢迎 退出娱乐圈之后 许孝顺想再次踏上仕途 却不曾想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实现 感情方面 虽然许孝顺和现任妻子比较幸福 但在上一段婚姻 这那个却麻烦是不断 06年 许孝顺和李优君 结束14年的婚姻 因为赡养费闹出不孝的矛盾 最终以许孝顺支付600多万结束 现归于平淡 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如今 许孝顺也年近花甲 35岁的小铁还处在 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 娱乐圈中这样组合的夫妻 不在少数 但却很少有感情 如此稳定幸福的 最后希望他们两人的婚姻 能够一直保持如此状态吧 台湾娱乐业一直以来 给人的感觉都是光鲜亮丽 殊不知竞争也是惨烈至极 不少主持人选择转行从商 更有甚者投身殡葬行业 收入居然远胜从前 虽然疫情肆虐 但凭借投资的殡葬事业 生活并未遭受多大影响 依旧和可以快活似神仙 继一哥之后 台湾知名主持人 张月丽也选择加入了殡葬业 张月丽在台湾地区颇有名气 主持的我爱红娘 让她爆红 而后就在今夜综艺105 也帮她收割了足够的人气 现年60岁的张月丽 人生经历大起大落 去年曾因疫情半年零收入 今年本命年选择以挥鞋的态度 面对人生 坦言 如果明天走了 也很满足 如今张月丽告别过去的种种 重新扬帆启程 退出娱乐业 全力投身殡葬业 精神值得敬佩 正如她自己所说 但我那天到了 把骨灰撒向大自然 不也很浪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